嗨 大家好 我是現代起書 線上YouTube版本 我是Shirley 今天來的唯一一位美女來賓 嗨 我是怡婷 怡婷是歷史系的對不對 對 那我來問問你 你知道劉備這個人吧 我知道 那你對他的印象是什麼 劉備 這個劉備的印象 就是以前高中 他大學念歷史系啊 就是 劉備就是一個驍勇善戰 然後感覺他戰場非常微風 那今天就是要聊他的黑歷史 他的黑歷史 就我幻想要破面了嗎 對 為什麼 因為他曾經啊 就是因為他夫人過世之後 他就娶了一個叫孫上香 其實就是孫泉的妹妹啦 然後他就利用孫上香 在政治上得利 所以啊 他知道孫上香很愛他 但是他反而就藉由感情 然後讓他其他工作上啊 政治上他是可以有江濟酒精 那劉備在現代看起來 根本就是名副其實的渣男 沒錯 他就是利用孫上香對他的愛嗎 而且孫上香他是非常的痴情 他很深愛他 因為孫上香後來知道啊 劉備也一直把他看成敵人的妹妹 所以他就離開了他 所以就是一個渣男跟傻白天的故事 我覺得孫上香根本就是傻白天 而且孫上香的名字 聽起來感覺他就是個柔柔弱弱的 然後感覺 身上會散發出香味嘛 沒錯 而且渣男專攻傻白天 真的 就像偶像劇上 我自己沒有經歷過 我自己沒有經歷過 偶像劇上常常會看到這種 渣男對上傻白天 渣男就是專愛挑這種傻白天來騙 我覺得劉備真是太讓我失望了 對我們一起來看看三國的渣男故事吧 三國時代已經年過半百的劉備 忽然接到自己愛妻乾夫人 促世的消息 由於乾夫人過世 所以劉備陣營劃起了白席 消息傳到東吳孫泉的俄州 成了一個重要的機密 大杜杜 細作探報 京州軍營張掛小帆 據說劉備死了乾夫人 在三國演藝裡覺得非常精彩 話說呢這個奸戲啊 到京州啊日夜打探 回來呢報告周瑜 說那個地方掛起了白帆 辦起了喪事舉國發喪 而且呢在這個郊外呢 城門上呢 有一個新的墳 周瑜就說那再去打聽 誰死了 沒了何人 再回來告訴這個周瑜說 啟稟大都督 劉備的夫人乾夫人呢過世了 公軍 公軍 你怎麼了 我有一計了 可讓劉備束手就緊 原來赤壁戰後 荆州是江東必爭之地 劉備在孫泉眼裡 是勢必要載除的敵人 所以為了要殺掉劉備 周瑜就想趁劉備上妻之時 來一個並不顯認的獨率計劃 劉備上妻之後 那周瑜就設了一個妓 想要以孫泉之妹孫上香 下嫁給劉備做妓事為藉口 趁機抓住劉備 再逼諸葛亮拿荆州來換 周瑜這招請軍入奧 就是以孫泉其妹孫上香 也就是孫仁當作幌子 但首先要說服他 女孩子大了就要嫁人 哥哥就告訴他說 這個人是天下英雄 那麼他也呢 從其他旁人的將領當中打聽出來 確實是當今皇帝都要稱他為叔叔 論字台背的話 稱他為叔叔 所以人稱劉皇叔 那麼坐鎮在荆州 算是天下英雄 他想我的父親 我的兩個哥哥 大哥孫策二哥孫泉 都是一代的豪傑 那我要嫁的男人 當然也是一代豪傑 所以他一直認為哥哥疼他 可憐的孫上香 雖然貴為江東郡主 其實也不過是男人們 交易的一個籌碼 所以看在母親吳國泰眼裡 心肝寶貝 怎能如此被周瑜和孫泉利用 你身為江東之主 統十幾萬精兵 沒能耐去娶荆州 卻以我女兒為誘兒 是這美人既騙劉備來 你羞不羞 吳國泰不同意的地方 是站在女人的角度下 你們來了一個瓮中作鞭 然後殺了劉備 又得了荆州 我女兒呢就做了忘門寡 所謂的忘門寡 就是還沒結婚 對方已經死了 但是已經許親了 所以就再有 那她回頭再怎麼嫁人 所以覺得這個 都不是一個好測 終究在古代 女兒沒有地位 吳國泰還是被說服了 孫上香為了東吳江山霸業 答應願意下嫁 大塌三十歲的劉備 所以孫泉想嫁妹的消息 傳到劉備陣營 狡猾的劉備 也有自己的盤算 那當時劉備聽到這個提議 有意想要連無看胃 所以呢就答應了東吳的婚意 據說當時曹操在徐昌 聽到孫無聯盟的這個消息的時候 嚇得棉無人設 若比於地 可見當時曹操心裡面也知道 這個三角關係啊 誰連而誰啊 我可能都會吃虧啊 所以劉備這邊 便遵從東吳的婚意 在建安十四年冬天 由趙羽和孫淺陪同入東吳境內 雙方約在甘露寺見面 但孫泉早已安排好伏兵 想要來個鴻門宴 在和吳國泰談論婚事的時候呢 孫泉還是佈下了這個兵馬 在周圍 儼然就是一個鴻門宴 準備要在這個喜宴上 要殺劉備 趙子龍的戳破了 趙子龍說啊 我這個耳朵非常的靈 我這雙耳朵 能聽到百米之外的語見之音 還變不出來十步之外有人拔刃嗎 因此呢 這個計謀呢 又再度的裁穿了 吳國泰也很生氣 他說 我們正在跟女婿談話談得很開心 你為什麼找這些人 埋伏這樣的一個殺手 在這個宴會廳的周圍呢 於是真全沒有辦法 就只好到這些人又撤兵 英雄與家人的婚姻現下不少人 但到了入洞房 劉備不禁吃了一斤 據說當晚上要洞房花竹葉的時候 孫婦仁的四杯幾十個人 就佩劍刺刀 林立在兩旁 等於說排出一個場面 讓這個劉備說 我們家小姐孫仁啊 不是好欺負的 林立要來跟她洞房花竹葉 要先過這一關 劉備當時雖然年紀已經半百五十歲了 但是身體魁梧 相貌堂堂 也是一個偉安丈夫啊 不許見我 否則我見下無疾了 這二十年來 我不知流了多少次血 唯獨這次是最快活的 既然上天贈予我這樣一段姻緣 那麼我劉備寧願死了 也不能覆了這段姻緣 隔天起來孫小妹已經成為劉備的女人 她單純地認為 眼前這位大英雄就是她的天 但她卻不知道 在劉備心裡 眼前的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她是敵人的妹妹 劉備在荊州立足 實力還不足 所以也不敢 隨便就跟孫仁 這樣子的一個翻臉 萬一一翻臉 孫仁來個翻臉不認 就把劉備殺在無果了 劉備可能 就沒辦法在禁鼠中去發展她的這一個 匡富漢士的任務 那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招數 也就是算準了劉備這一生 兵馬孔總 在戰亂的歲月當中 沒有過過什麼好日子 所以就給她一個非常頂級的豪宅 叫無緣 當時周瑜就告訴她麾下的佈置這樣一個無緣的 這些將領說不要捨不得花錢 就打造一個宮殿讓她沉醉在其中 不想要回到荊州去 荊州如果好幾個月都沒有見到他們的主公回來 大家就覺得她不想回來 那麼荊州就會有人判變 並且當劉備娶妻之後為了騙過孫荃等人 她開始假意享樂要藉此鬆懈敵人的心防 而且她還跟趙雲演了一場主服爭吵的戲嗎 你變得醉生夢死 貪圖享樂 難道忠心漢士的報復你都忘了嗎 我是你主公 你竟敢如此對我說話 你要是再這麼下去的話 就不是我的主公 劉備很厲害 因為當時諸葛亮給了趙子龍三個錦囊妙記 在需要的時候就解開一個 到了快過年的時候 趙子龍解開一個錦囊妙記 一看就明白了 她就跑到劉備正在看這個美女生個答膽的時候 就進來跟她說我已經看不下去了 你這樣這麼頹廢這麼荒淫 再也不是我當年認識的劉備了 劉備站起來就說我不是你認識的劉備 你這麼樣的對你的主公說話 你太沒有禮貌了 你給我滾 其實這場戲是諸葛亮精心設計 當趙雲回去荊州得知 諸葛亮已經在這裡招兵買馬 所以趕緊跑回劉備身邊 告知劉備可以趁機離開東吳 所以劉備這個丈夫又利用了孫上香 劉備身在孫上香的府上 要離開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孫權不會放她走的 那要走的話必須要得到孫上香的支持才可以 所以她趁著孫上香進來這個地方 馬上就掉下兩顆英雄淚 劉備就說啦 我一身飄零一箱 那身不能侍奉二親 又不能祭祀祖先 實在是大逆不笑啊 第二個快過年了 我還不能回去 那實在是 這一天幾分難過 其實孫上香最可憐就是 她這輩子都在男人之間做選擇 一個是她哥哥 一個是她夫君 最後她選擇綁夫 但是呢她又假裝憂慮地說 那即使吳國太首肯 那你的哥哥也必然會阻擋啊 那孫上香曾經許久 一意說 這樣好了 我們就說要江邊祭祖 但是呢 卻趁機不告而別 你覺得如何 那劉備聽得大喜 就一計而行啊 於是孫上香就和劉備假托江邊祭祖 偷偷在了屬下趙雲等五百軍士連夜逃走 正好這個時候孫權喝酒去了 等到酒醒劉備已經逃亡多時 那當時呢 蔣青跟周泰領命之後 隨即領一千軍去追殺 那為了桌祝劉備 尊全不惜犧牲自己妹妹的性命 那為什麼她會這麼做 因為荊州才是她真正在乎的東西 主公 前面有復兵 這周勞真是機關算監啊 不用著急 主公 我們在臨來動物之前 軍師給了我三隻錦囊 那邊 有軍師預先設置好的妙計 主公 這第三隻 是給你的 前無退路 後有追兵劉備拆開諸葛亮傳授的第三個錦囊妙計 跑到了孫上香前面空氣 夫人 劉備有心腹之言 至此不得不實告夫人 夫君 又和言語快快請講 這麼危機的情況下 你有什麼事情 你到了荊州再說 怎麼會在半路上說呢 他說那你有什麼話 你趕快講 他說其實當初 你的哥哥找我來跟你結婚 設的是一個紅紅燕 他事實上是不要我真的跟你結婚的 他要我來了以後呢 殺我了 這樣你就會守寡 那我明明就知道 但是我為什麼還是來 但是我仰慕你美貌的 還有你的才華 還有你的武功非常強盛 我仰慕你的名氣 所以來的 就算是龍潭虎穴 為了夫人 我也不惜赴湯到火 這個甜言蜜語說的 讓孫夫人非常的感動 傻傻的孫上香 又再次相信劉備的話 他就整個人就站出來以後呢 就擋在這個軍隊的面前 劉備達到他的目的 帶著趙子人 趕到將來 由他的夫人呢 來為他做最後的一個 擋住這個軍隊 你們都是我父兄的舊部 是我孫家的家將 可是現在你們眼裡只有周瑜 什麼時候真把我二哥當主公了 小姐 我這些將你嘛 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是江東的一顆明珠 這個國泰呢 把他視為掌上明珠 兩個哥哥呢 也要對他呢 這個敬讓三分 所以他們想他們是同一家人 等一下他回去告個狀 我們幾個人都吃不了都就走 所以大家就說不敢不敢 就讓了 等到這個孫權真的醒來 派這個獎親 拿著這個令牌 來殺這個劉備的時候 劉備已經渡江了 終到表敬安殿下 沒到夫人又可憐 終到表敬安殿下 沒到夫人又可憐 這個時候的孫夫人問了聯敏夫君 他跟哥哥決裂了 跟從小長大的故土遠離了 跟著自己相處幾個月的丈夫 來到陌生的地方 可惜他們意識到 他依然以為自己是丈夫的掌上明珠 他不知道大家的眼睛都盯著他 因為他是敵人的妹妹 甚至啊 因為這個孫夫人可能比較強勢 跟很多的官員好像也處不來 所以說其實孫夫人 在這個劉備的陣營裡面 是想要幫忙 但是也幫不上他的忙 甚至處處受到牽制 所以說啊 這個等於說 利有未淡 心有不甘 在荆州住了些十日 這時候東吳朗家來了個姓氏 出了什麼事了 太夫人病重 太夫說只怕 只怕什麼 只怕是過不了這個秋天了 張昭啊 就假扮這個三姑啊 說啊 吳國太病危啊 師女心切啊 希望啊 能夠啊 請郡主啊 心夜返回吳國 那孫夫人見到旁邊的這個 將士啊 都來提防我 也無法發揮自己的長處 因此啊 就配合張昭的一個建議 瑕疵了太子阿斗 諸葛亮派趙雲擋下來 他說啊 那孫夫人您可以回去 但是呢 阿斗要暫時先留在這邊 那孫荡鄉的一心只想見母親 也顧不了那麼許多 聽著 夫人 夫人請慢 你 你這是幹什麼 我母親病危 如果你們不放我回去 我立刻自吻而死 夫人 嫂嫂 既然你去獄已決 我也就不攔著你了 俺哥哥是大汗皇叔 如果你還念著我哥哥的情意 就請早早回來吧 早早 雖上香留下阿斗 他孤身走了 許多年之後 他才知道 那場賭氣分離 極世有別 從此再也沒有見過那個男人 等他回過神的時候 劉備已經娶了另外的女兒為妻 但命運總是出了意料 後來孫荃又想收回荊州 於是想與首將關雲長 結為兒女親家 不料被拒 所以出兵攻打荊州 結果名震天下的關羽 敗在呂蒙之手伸手異觸 劉備聽到關羽被害死之後呢 一心要為二弟報仇 不顧諸葛亮等大臣反對 直接動員全屬二十萬兵力 進攻東武 那孫荃看到這麼樣來勢洶 心中也慌張了 就讀書說 我歸還金舟 縱還夫人 來一合如何 妹妹 你是一副溫良之謠 可滅劉備心庄 仇恨之火 你不願意嗎 五年前 是我寄他而去 是我寄他而去 如今我又有什麼嚴明見他呢 當時的劉備啊 是為了想要報復 這個替官女報復 所以拒絕了這個 求和的這個情意 陸軍就用拖延戰術 火攻的方式 把這個古國軍隊打敗了 死得啊 當時的這個 劉備啊 就孕育而死 那據說啊 孫夫人聽到了劉備死訊 他就親自到江邊 來哭泣 後來啊 還一要啊 投到江邊 來殉情 接下來跟大家聊到的是 三國其他歷史人物的感情生活 感情故事最好聽了 趕快跟我說 而且是大家耳熟內鄉的曹操喔 嗯 曹操的感情官 趕快跟我說 曹操啊 他有一個青梅竹馬 叫做蔡文姬 他才耳熟應該會跟青梅竹馬結婚吧 對 而且古代人都超早婚的 大概是我們現在國中的年紀吧 十幾歲就結婚生子而已 而且一次還生好幾個 難以想像 但是曹操啊 他就用自己胸懷大志 我要先立業再成家 這根本是渣男啊 你不覺得聽起來很耳熟嗎 對 所以他最後就沒有跟蔡文姬在一起 不行 這樣不OK 蔡文姬離開他之後啊 他就一連串的悲慘人生故事開始了 怎麼慘 他結婚了之後啊 他的丈夫就比較早過世 對 所以他就被趕回娘家 然後趕回娘家之後 又遇到京城大亂 他就被匈奴人抓走了 太慘了吧 你說第一任丈夫過世 被趕回娘家 然後又被抓走 對 抓走之後 一抓就是十二年 而且還幫一個匈奴人 生了兩個小孩 欸那曹操知道這件事 應該很不甘心吧 沒自己的青梅竹馬 對 所以就前曹操他知道之後 他打算從匈奴人的手上搶回蔡文姬 但是我很好奇耶 曹操這樣子錯過他這麼多年 然後最後把他搶回來 有好好珍惜他嗎 所以我們要接下來 一起看接下來的故事吧 曹操這個人自律非常嚴 他節儉到什麼程度呢 他後宮裡頭的女子 都沒有穿錦繡的衣服 有一天他自己在城樓上 看見他的媳婦穿了一個繡方形 當場把他找來訓練 對他打刺死 曹操是一位對女人幾位刻薄之人 但是他卻甘願為一個蔡文姬 派出千軍萬馬 也要救她回來 我獨一已定 絕不讓文姬淪落到那個狗娘家的胡人手裡 我要把她接回來 就是死生幾十萬 一百萬我也在所不惜 抓到蕭雄曹操 其實他身邊不乏女人 但唯獨蔡文姬 是他心頭永遠的一塊肉 東漢末年三國初期的一個 所謂的財女 蔡文姬跟曹操有一段 所謂文學跟男女之間的詩情 混合在一起的這樣複雜的關係 說到這名美女蔡文姬 她的父親就是大名鼎鼎的蔡雍 受到父親的影響 所以蔡文姬從小就懂得琴琴書畫 據說她小時候 能用聽力 能判斷她談古琴的時候 第幾根的琴弦斷掉了 中國歷史上如果要談到女性文學的話 前有蔡文姬 後來就有所謂李清照 她大概是歷史跟文學文壇上的雙臂 也因蔡雍是一代大儒 所以她和小她22歲的曹操 有著智友和老師一般的情誼 更因為這樣一層關係 曹操和蔡文姬 從小兩人就互有好感 只可惜曹操當時要的是公民 對酒當個人生情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這個曹操當年忙著爭討 兩個人在二八年華的時候 其實好像就有這麼一點情愫 只是曹操當時胸懷大志 所以說她心不在一個小小的兒女思情 她有心要幹大事 不會是一個兒女清常的敦厚之人 她將會處在歷史和權力的中心 她的周圍將充滿著血腥和殺戮 我蔡雍不希望自己的女兒 會陷入到這種境地當中去 所以蔡文姬年紀輕輕就聽從父親的意見 把她許配給另外一位大戶人家 在蔡文姬十六歲時 就由她的父親蔡雍作主 把她嫁給大學士魏仲道 只不過才不到一年 魏仲道就克血身亡而死 很不幸的是魏家的人認為 蔡文姬是一個克服的命 再加上這一年的過程當中 又沒有子嗣 所以對於蔡文姬就百般的 這樣一種比較刻薄的待遇 蔡文姬也不願意再待在婆家 所以娘家這邊也就收留了她 說到蔡文姬的命運大概只有早年順遂 後來因為時局的變化 讓她一生波折不斷 因為後來董卓掌權之後 聽說蔡雍的名氣非常的大 三番兩次請她出來當官 甚至以滅族相要挾 如果你不來當我官的話 我可是會把你整個蔡家滅掉 那蔡雍聽了不得已 只好走入仕途 蔡雍在為了要保護家人的情況下 就出來做官了 而且非常傳奇的 一天裡頭連升三級 升到一個非常非常崇高的地位 叫高陽猴 由於受到董卓的提拔 所以蔡雍也就成了董卓的同黨 以至於董卓一死 蔡雍家馬上被清算 蔡雍因為當時沒有守截 所以也被大家認為 是這樣的一個亂臣賊子 所以蔡雍就死在監獄當中 接下來蔡家的人就顛沛淋漓 中原大亂的情況下 北方有一些游牧民族就南下了 看到男人就殺害了 殺害了以後把頭顱割下來以後 掛在馬屁上 看到美麗的妙齡的女子就搶奪 搶奪了以後也是抓他們上 揚長而去就進入到煙塞的草原了 而且由於時局混亂 蔡雍雞做夢也想不到 她的人生會有離開中原的那一天 而且一去就是十二年 文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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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貌美的蔡雍雞 被獻給了當時的匈奴的左賢王 那做了左賢王的妃子 從此開始長達十二年的無邦生活 但命運的安排就是如此出文意料 在這十二年當中 曹操掃平北方群雄 俠天子已令諸侯 不過人往往在能喘一口氣的時候 就會想到過去的種種 曹操平定了北中國的中原大地之後 慢慢的開始想起了當年 他有個忘年之交就是蔡雍 還有他曾經喜歡蔡雍的女兒蔡文姬 現在不知流落何方 非常的唏噓感慨 於是就在洛陽長安 這一帶不斷的尋找 就在曹操接待男匈奴代表團的過程中 曹操意外得知 男匈奴左賢王的王妃是中原人 而且姓蔡 這就讓曹操心裡浮出一個問號 莫非就是我當年的故人之女蔡文姬嗎 所以經過詢問 確定就是蔡文姬 當時曹操曾經拿了黃金千兩 以及白玉石碧一雙 來作為陣女 服務回蔡文姬 所以說這一段也可以看出來 當時的曹操 可能還有一點男女之間的情緒 蔡文姬當年被掳掠是痛苦的 現在一旦要結束十二年的賽外生活 離開對自己恩愛有家的左賢王 和天真無邪的兩個兒子 只覺得肝腸寸斷 當時的胡人呢 正折於曹操的威士 不敢抵抗她 於是就把這個蔡文姬送回 但是孩子不能送回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樣的一個 生離死別的過程當中 蔡衍是非常痛苦的 看到兩個孩子還需要她的照顧 但從此以後呢 就必須天人永活 這個故事呢 她寫在悲憤詩裡頭 蔡文姬後來寫下胡家十八拍 成為當地酒精不酸的曲調 後來蔡文姬回到故鄉成流 但這地方斷源殘壁 已無妻生之所 蔡文姬把她輸回來以後 當時礙於整個社會輿論 以及蔡文姬的這個 財貌雙全這樣的一個美名 曹操想要把她迎娶到這個草府 第一個蔡文姬進去 拒絕了只有這個冷痛 把她這個安排 嫁給了一個小官員叫做董事的 董事呢是非常特殊的一個人 他是在當時呢 非常有名的一位大才子 而且呢是個大帥哥 長得很英俊挺拔漂亮 而且當時才二十歲 這麼年輕的 蔡文姬呢去南修女 被抓去南修女的時候已經二十三歲 在那待了十二年回來已經三十五歲了 三十五歲在漢代一個父母 感覺上年紀很大了 所以呢董事大概覺得很悲憤 這會兒呢換他覺得很悲憤 但是呢成相說了算 所以呢他也就勉為其難地接納了他 只不過是這門婚事看起來安定 實際上呢並不十分和諧 那尤其是蔡文姬 常常想念自己的孩子淚流滿面 看在董事的眼裡總覺得 已不顧我現在的夫妻之情 那更對她產生一種見故之情 坎坷的命運似乎緊跟著蔡文姬 就在她婚後的第二年 她的丈夫犯了死罪 她知道曹操執法慎言 那也了解曹操對自己曖昧的情感 如何能夠打動曹操的心意 讓她收回成命 她選擇求見曹操 但卻讓自己一身落魄打扮來求見 秉承向蔡文姬夫人求見 蔡文姬一進丞相門府 整個所有的人全部都驚呆了 因為就看到蔡文姬一身落魄的打扮 披頭散髮 刺著雙腳 然後呢邊跪邊拜來到曹操面前 請求她赦免董事的罪 當時的曹操就對這一個蔡文姬說 你先生董事的他降罪的一個公文已經發出了 所以收不回來了 不過蔡文姬就很感性的說 我們曹操鄉你的府中有毫碼成千上萬 你的勇士有如雲 是不是可以用一匹毫碼一名勇士 去把這樣的公文要回來 救救一條無辜的要垂死的一個生命 他的這一番話讓曹操聽得非常感動 就決定了赦免董事 從此之後董事為了感念妻子恩德 在感情上做了180度的轉變 兩人最後歸隱山林 歷史學者倒是在晉書的楊護傳裡頭看到 怎麼寫楊護這個人呢 說他是蔡庸的外孫 楊道的兒子 這樣說起來的話 這個蔡庸沒有別的女兒 如果他是蔡庸的外孫 那他就是蔡文姬的兒子 所以極有可能呢 因為古代的女人 他們沒有自己的身份地位 所以必須都是以男性的名字呢 擺在史書上的 所以這樣子群意一翻的話 我們就知道 原來極有可能呢 蔡文姬後來在董事過世了以後呢 又嫁給了西晉很有名的世家大族 楊道做了妻子 生下了一兒一女 女兒比較大 後來做了皇后 那麼兒子呢是弟弟 那麼在成長以後呢 成為一代有名的將軍 我跟你說我要跟你講 劉備跟曹操另外一個更渣的故事 沒有最渣只有更渣 沒錯這句話非常適合用在他們兩個身上 我先來跟你說曹操好了 當時曹操為了一個女人 竟然不惜犧牲她兒子 她可是跟她有些人關係耶 但她心愛的女人沒有 為了她要的東西不擇手段 對沒錯 然後這個劉備也非常的不可取 因為劉備呢她其實有兩個夫人 一個叫做甘夫人 一個叫米夫人 那當時呢 發生危難的時候 這個劉備 男人不是照理來說 應該很有肩膀嗎 對啊 而且劉備她感覺是蠻壯的 兩個人應該一起帶走吧 對 那沒有 當時發生危難的時候 她就是兩手空空 只顧自己然後就跑走了 是不是很沒肩膀 然後他們就在後面 沒錯 被敵人抓走非常的不可取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劉備跟曹操這兩個渣男的故事吧 蕭雄曹操對於泰文器的愛情 真的是格外疼愛有加 不過其實曹操 她是一個天性風流的人 妻妾成群 曹操是在歷史上 以好色成名 她的妻妾成群 知道她的姓氏的人 大概就有四五個人 而且她還不滿足 曾經納了一個叫做 秦吉濤的妻子 納了杜氏 使得關羽心的很不安 而且還曾經想要納 何靖的媳婦隱世 因此她的好色被後人 互惠穿著 但曹操這樣的風流障 曾經還害死自己的長子曹昂 原來建安二年 曹操率軍討伐南洋的張秀 那張秀被迫現成投降 但是呢 好色的曹操居然同時接收 張秀叔叔張濟的遺孫 張秀知道之後就覺得 曹操實在太過分了 憤怒之下呢 帥舊部夜襲曹操大軍 那毫無防備的曹操 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那曹操自己不僅身受賤傷 甚至連制止的曹昂都因而陣亡 曹操雖然風流 但相較於劉備 可說是小屋見大屋 先前有提到孫權妹妹 孫上香嫁給劉備 結果哀怨而死 其實還有不少女人 為劉備葬送掉寶貴的生命 因為劉備這個男人 每當生死教官之際 他第一個拋棄的就是枕邊人 像甘夫人 迷夫人 一連被他拋棄過三次 而這位甘夫人據說還是 果色甜香 甘夫人他的這個皮膚 非常白嫩 而且有滋潤 像新疆的和田玉 和田的這種所謂的養子玉 這樣的 這樣晶瑩剔透 那劉備啊 傳說是喜歡在夜晚 把他跟一座 養子白玉做的這樣子 一個人像放在一起 加以比較 尤其當甘夫人眼見劉備 玩物喪志 所以想將玉人回去 他對劉備說 以前只喊不以玉為寶 那春秋上讚美他 現在五味都還沒有滅掉 你怎麼就這樣子玩物喪志呢 所以以後凡是這些 荒淫擴亂的東西 都不要再拿進來了 然而甘夫人這樣的邪內駐 當劉備大賴臨頭時 就狠狠拋棄他 第一次是在建安元年的時候 當時呂布襲擊徐州的夏培 那當時的首將張飛喝酒物事 讓劉備的家眷都陷落在城裡 結果劉備發現沒有妻子之後 相信夏子又開心了 因為商人米竹送給他自己美麗的妹妹 米竹看到劉備這麼的惋惜 所以為了安撫他就跟他說 我有一個漂亮的妹妹 那我就送給你好了 那劉備聽得當然很開心啊 那後來他就接納了這個迷夫人 正所謂有了新歡忘了舊愛 後來呂布因為與劉備 不是前嫌送回了甘夫人 但甘夫人並沒怪這個好色的丈夫 反倒是接受迷夫人存在的事實 但過沒多久 甘迷兩人又被劫走 趙雲帶著他的長槍直接衝進亂軍之中 好不容易找到了迷夫人 夫人 莫將來遲 請趕緊上馬 快 我上馬了 你怎麼辦 莫將不信跟隨 掩護夫人殺出重圍 只不過是當時的迷夫人被亂軍所傷 身受重傷 那見了趙雲之後 為了讓阿斗能夠脫身 也為了不要拖累趙雲 毅然決然跳入井中投井自殺身亡 夫人 而這位甘夫人因為受驚沉疾 一年之後 22歲的差異離開了人世 可憐的甘迷兩位夫人 一生跟隨劉備東奔西草 被人搶來搶去 幾乎沒有想過什麼福 後來劉備娶了孫上香之後 又拋棄了她 又取了新的夫人 所以劉備對於老婆的觀念 正如她所言 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 原來不是現在才有渣男出現 他們是歷史 過去就淵源流長的 對 而且他們的招數都一樣 不是為了事業還是反正就是借口一大堆啊 對 他們是打不死的仗 對 而且也不就是古時代女生都很痴情嗎 一對小白天 對 可以一對多 但是現在不行接受啦 希望你會喜歡我們今天的現在起訴的內容喔 也謝謝怡婷到我們的來賓 有任何的建議歡迎留言給我 請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